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南韩团体入高英旭2013年被判刑两年六个月,因有在犯嫌疑,出狱后仍需佩戴电子脚料三年,以记录他的所在位置,移动路线,方便警方监控。 今年七月他将正式拆除电子脚料,不过,虽然恢复自由身,但受负面形象影响,加上韩国规定,禁止十年内服刑过的性犯罪者从事演绎活动,因此高英旭可说是无望付出。 韩兴高英旭原本活跃于综艺节目,现在形象坏。